今天早上,我召開了特別的行政會議 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決定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訂立一條名為禁止蒙面規例 也就是社會上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的反蒙面法 規例將在明天,即10月5日,開始實施 我們為什麼要訂立這個反蒙面法呢? 因為大家都見到,過去四個月,在非法集結進行暴力破壞的示威者幾乎全部都是蒙面的 目的是隱藏身份,逃避刑責 他們都因此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我們相信透過反蒙面法會有效阻嚇激進的違法行為 也都有助警方執法 並且在美國新門網客戶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